原子发射光谱的仪器 我们说原子发射光谱的仪器包括三个部分 光源 单色器和检测器 那么光源呢 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做了比较多的介绍 就是主要是电弧光源和ICP光源 那么单色器呢 主要是光杉和棱镜 那么棱镜和光杉呢 我们在物理 普通物理上都学过 比如说 那么对于棱镜和光杉来讲 我们有三个指标可以来衡量它的好坏 在发射光谱里头 我们就是用这三个指标来确定这个仪器的好坏的 第一个呢 就是色散率 那么色散率呢 我们说它分为角色散率和线色散率两种 其中线色散率呢 是角色散率同时考虑两个因素 一个呢 是F 就是照相物净的焦距 一个呢 是Ibsen 就是焦面与主光线的这样一个夹角 因为你这个夹角不一样的时候 这个距离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焦距和它的夹角考虑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线色散率 这是棱镜的 但是棱镜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物理学上学过 就是棱镜它的色散呢 是和波长有关系的 是和波长有关系的 大家看到 这个棱镜呢 它的不同波长的时候 它不同波长的时候 那么它的实际上呢 导致的它的色散率呢 是不一样的 这就有点问题了 就是说在原子发射光谱里头 我们要读出来 每一个波长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正常情况 比如说我们拍一个照片 我们拿尺子一量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是这个 二百五十纳米 这个是三百纳米 这个是三百五十纳米 如果它是等距离的 我们用尺子一拉就行了 很容易 在计算机软件边设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要是 它的这个色散是非线性的 那我们就得一个特殊的 非线性的标识 那么这样呢 在测量时候呢 就比较困难 也容易造成波长测量的误差 波长测量的误差 就意味着我们鉴定元素的时候 可能就鉴定错了 因此呢 我们说 这是棱镜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那么所以现在的仪器 大部分用的是光山 大家知道光山呢 它也是分为这个角色三绿 和线色三绿的 那么按照光山公式呢 那么角色三绿呢 我们说用Dλ分子Dβ来表示 也是单位波长分开的角度 那么线色三绿呢 是Dλ分子DL L呢 是分开的距离 那么线色三绿呢 是大家用的最多的 因为线色三绿呢 它是 就是单位波长 比如说291和292纳米 这两个分开的距离有多大 我通过这个我能够判断 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检测器 我的CCD的这个 这个像素点应该是多大 否则的话 我分开的这个距离 还在同一个像素点的距离之内的话 那我这个CCD是把这两个波长分不开的 对吧 所以我们通常是要知道线色三绿的 那么线色三绿呢 大家看 其实这个公式很简单 M呢 是光山的极次 F呢 是屋径的焦距 D呢 是光山长数 光山长数 大家在光山公式里头知道 然后考三音β呢 是演射角 所以呢 我们很容易判断出来 这个一个光山 它的线色三绿是多大 线色三绿是多大 那么 在光山的法线附近呀 由于考三音β呢 接近于1 所以在同一级光谱里头呢 光山的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的线色三绿 基本上不随 就它的色三绿 当然不管是角色三绿 还是线色三绿 都不随着波长而变化 因此呢 它就可以用一个尺子 来直接量这个波长 这是光山 优于棱镜的一个很重要的优点 那么 过去呢 传统的因为棱镜比较好制作 光山呢 相对的来讲 那时候微加工力量不好 所以呢 传统的 过去的老的原子发射光谱 用棱镜的比较多 现在呢 大家知道这个微加工 已经不是个问题了 光山呢 现在已经很便宜了 所以呢 现在的原子发射光谱 基本上用的都是光山的 如果大家去看原子发射光谱 买仪器的时候 如果你去看它的 使用说明书的话 它通常不是给你的线色三绿 是给你的导线色三绿 所谓导线色三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单位距离 能分开多大的波长 就是单位的距离 到底能分开多大波长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单位距离 这两根波长相差是多大 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导线色三绿呢 那么同样可以判断 这个光山 它的分光的本领有多大 所以导线色三绿 是指单位距离上两根普线 它的波长差是多大 那么所以呢 导线色三绿呢 是现在这个 像买仪器的时候 它的仪器的这个说明书上 一般都给你的是导线色三绿 这是第一个指标 就是色三绿 第二个指标呢 叫分辨率 什么叫分辨率呢 它也有一个公式 大家看 分辨率呢 用R来表示 对吧 用R来表示 所谓分辨率 就是上面呢 是假如说有两根普线 这是两根普线 这两根普线呢 它相差的距离是Δλ 是Δλ 那么它的平均 这两根普线的平均值呢 是Δ上次加一杠 那么我们说分辨率 就应该等于 它的平均的这个普线的大小 然后比上这两根普线的距离 在这个光纱里头呢 实际上就是MN 这里N呢 是刻横的总数 M呢 是光纱的极数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来 分辨率的大小 实际上和这个光纱的 克制的这个程度 是有关系的 对吧 这个刻横的总数越多 在一单位的距离上 它刻横的总数越多 那么 这个分辨率呢 就越好 这也就是 为什么现在的光纱质量 越来越好了 因为现在的微加工好 它可以把这个光纱的 每一个这个刻横呢 可以刻得非常密了 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 在这个原子发射光谱里头 过去传统上的 我们常常就是衡量一个光纱 它的分光能力好还是坏呢 我们老说 你能就是对铁三线的分辨能力 铁三线呢 是就是铁有三根特征的谱线 310.0671 310.0369 309.9971 一般过去的原子发射光谱 就是说你能把铁的这三根 很近的谱线能分开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谱线就都能分开了 所以呢 过去我们常就是买仪器的时候 就问铁三线的分辨能力有多大 那么铁三线要求的仪器的分辨率 要多大呢 大家看 这三根谱线的平均值呢 是310纳米 对吧 这三根谱线呢 其中两根最小的距离呢 是0.0302 因此呢 这俩一笔呢 差不多是1万 所以呢 只要你得分辨率大于1万 那么原子发射光谱呢 基本就满足要求了 所以分辨率呢 我们说也很简单 我们很容易 只要这个手册上 我们买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它的分辨率是不是到了1万 是不是能够把铁三线分开 或者我们配一个样品去做一下 看看他们把我们已知的两根土线 分开的能力是多大 我们算一下它的分辨率 我们就知道这个仪器的质量了 这是第二部分 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是极光本领 前两个参数主要是用于定性的 主要用于定性分析 也就是说 你把两根谱线是不是能分开 你分不开之后变成一根谱线 我就判断不出来 是这个元素存在 还是那个元素存在了 对吧 相互有干扰 这是定性分析的 极光本领主要是定量分析的 什么叫极光本领呢 就是表示光谱仪的光学系统 传递辐射的能力 那么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示的话呢 那么极光本领呢 应该等于E除以B 这里E指的什么呢 是感光板胶面所得的辐射通量 B呢 是入射于霞凤的光源的亮度 那么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B是就实际上 从霞凤穿过来的 那个谱线的强度有多大 而E呢 是你记录上的这个谱线的强度有多大 你如果检测的时候呢 这个你感光板的胶面上所得到的辐射强度很小 那你的极光本领就很小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它实际的强度和你记录到的强度之间的这个比值 那么当然我们希望最好谱线都不损失 都能够记录到 那么实但实际上呢 在光山使用的过程中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光山用的是它的演射线 大家是知道的 而这个演射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演射都是在它的主级大 也就是在它的任何一个光线 在它的反射光的方向 它的强度是最高的 如果不在反射方向的 其他方向的演射强度都是比较弱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这个光山 它的演射线 正好在反射线的附近 也就是说 让它的这个普现的强度尽量的大 我们把这样一个能力呢 叫做它的极光本领 那么光山 任何一个光山 它的极光本领的大小呢 都可以用它的一个特性 叫闪耀特性来衡量 也就是说 光山的演射的能量中间 不同波长 它的分配是不均匀的 辐射能量最大的波长 我们把它称为闪耀波长 然后从光山的闪耀特性 可以看出来呢 就是说 使分析所需要的波长能量 达到最大的 那一点的那个波长啊 就是说你那个光山啊 那么肯定是最好的 比如说我要分析的元素 大概都在250到300纳米的 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那么我希望这50个纳米的普现呢 都是在闪耀波长的范围之内 那么其他的波线 你弱一点问题不大 因为大部分元素 可能在250到300 这个波线的范围内 那我这个波线的范围呢 就要闪耀 就是在闪耀波长的附近 这个 说起来呢 就是可能 如果大家在普通物理上学过的话 大家可能能理解 你比如说我们知道 这个平面光山 就是在这里刻一个小槽子 当一个普现从这里照射进来的时候呢 它的反射是在这个方向 演射可能是在任何一个方向 实际上呢 这个方向的波长的 这个普现的能量 就不如这个能量大 越接近于反射光的方向 这个普现的能量就越大 那么我们在实际的 当然这个原子发射光谱中 我们用一般用的是 这种阶梯形的光山 那么怎么样保证阶梯形的光山 它的这个 假如这是入射线 这是反射线 这是这个演射线 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入射线和演射线 那么的这个角度呢 达到这样一个最佳状态 也就是说 我们所演射出来的 我们要用的这个波长 它的这个强度相对的是比较大的 怎么样来做到这一点呢 那么我们就是要争取 让他就是把刻痕呢 刻成这样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大的平面来讲 它的反射当然是 对吧 它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一个小的刻痕来讲 它的反射呢 这是它的法线吗 对吧 这是 这是它的法线 那么它有一个反射线 那么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的是这个这个谱线照射下来以后呢 在它的反射线的方向 就是离它的反射线比较近的方向 是我们要用的这个波长 那么这种波长呢 就叫 就说它 它是接近于这个光山的闪耀波长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得到的这个谱线的强度就最大 那么目前认为什么样的这个光山 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 对原子发射来讲呢 就是中阶梯的光山 所谓中阶梯 就实际上呢 就是说 它的阶梯的这个宽度 要比它的高度 要大两到三倍 或者甚至更大一点 那么如果达到了这样一个 就刻成成这样一个样子的话呢 那么在发射光谱里头 就能够满足这样一个闪耀波长的要求 所以现在呢 一般用的都是中阶梯光山 所以原子发射光谱的分光系统 目前用的是中阶梯的光山 那么光山的适用的波长范围 我们刚才讲了 闪耀波长是个特定的值 那么在闪耀波长附近多大的范围 能适应呢 一般有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光山使用的波长范围是这样的 一级闪耀波长如果是lambda b的话 那么光山的使用范围就应该是 m加减0.05分子lambda b 这里呢 比如说对一级光山来讲 那么如果闪耀波长是500个纳米的话 那么如果闪耀波长500个纳米 m等于1的话 那么我们除下来呢 就是说它应该是 330到1000个纳米 如果m是2的话呢 是200到330个纳米 也就是说 看你用的是一级光 山的 就是它的这个颜色 还是二级颜色 如果用一级颜色的话呢 那么 如果你的闪耀波长在500纳米 那么你可用的范围就是 330到1000 如果你用的是二级 那么你可用的范围就200到330 就是200到330 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讲了 原子发射大概都在200到330这个范围的 所以我们可能要用高级的 但是高级次有一个问题 就是光谱的重叠比较严重 那么怎么办呢 一般原子发射光谱目前呢 用两级光山 或者用一个棱镜 一个光山 也就是把光呢 分成二维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棱镜 我们先把这束光分成不同的波长 但是呢 棱镜分光能力不太强 所以分出来的可能还是个混合光 然后我们再用光山去分一次 再用光山再分一次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实际上呢 就分成了这样一个三维的 这样一个 应该叫二维的是吧 应该这叫二维三维 就是二维的 应该就分成了这样一个二维的 这个光谱了 也就是说 我们先分 先用这个棱镜分一次 分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用光山分一次 当然也可以用两个这个光山来分光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分辨率 这就是现在呢 一般都是采用这样的一个 就是二维的色散技术的 那么原子发射光谱呢 对单色器的基本要求是这样子的 第一 就是色散率 要和波长没有关系 这是最好的 我们知道棱镜满足不了这个要求了 所以现在呢都是用的光山 第二呢 我们希望分辨率比较大 那么目前呢 我们主要是用铁三线来衡量的 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分开0.03个大力 也就是分辨率能不能达到1万 第三呢 极光本领 也就是说我们要使分析 所需要的波长的能量呢 要尽可能的达到比较大 因为你分析所需要的波长能量比较大的时候 你检测器呢 检测的时候才比较灵敏 因为你浓度很低的时候 谱线就很弱了 这时候呢 谁的谱线强 我们还能检测到 谁的谱线弱 我们就检测不到了 所以呢 要想提高灵敏度 我们尽量的让这个谱线的 这个强度要强一些 所以目前呢 大概都用的是中阶梯的光山 这是这个第二部分 就是单色器 那么单色器呢 我们没有讲的太多 因为单色器呢 就是光山和冷静 这个呢 在普通物理上 可能大家学的比较多 而且我们一般的来讲 就是做化学的 搞这个分 搞仪器啊 通常不在单色器方面下功夫 单色器我们通常是买来的 我们可能更多喜欢在光源上去下功夫 因为光源涉及到很多化学的知识 所以呢 光源的改进实际上呢 是现在这个原子发射光谱发展的主流 第三部分呢 是检测器 检测器呢 当然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说可做的事情呢 更少了 我们主要是利用 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 有哪些新的检测技术出来 我们把它应用到发射光谱上去 大家看一下这个检测器发展的历史 大家也就能看出来 最早的像我们用的是个摄谱仪 当然现在我讲了地质部门还在用 它主要是利用感光板来设谱的 也就是说用照相底片 对吧 这个天津专门有一个感光片厂 就是专门生产这个 这个原子发射光谱的这个感光板的 那我我还在想这个慢慢的 这个CCD了什么都起来以后 这个厂后头怎么转型 还是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多道的光谱仪 现在一般用的是光电备增管 或者是单道的扫描的 也用的是光电备增管 那么目前大家认为最好的可能是叫全谱直读 因为它比较快 它用的是CCD 所以现在的检测器呢 大体上分为这么几个层次 一个是感光板的 一个是光电备增管的 一个是CCD的 咱们分析中心过去呢 是这样的 就是咱们最早的那个发射光谱呢 是一个感光板的 后来呢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就是不用了 然后就摆到台子上 做为让大家看 再后来呢 因为实在没地方了 现在就把它报废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给大家做实验的 在201的那个仪器呢 是PMT的 就是光电备增管的 现在分析中心做实际样品 因为它要快 所以用的是这个光谱 全谱直读的 CCD的 所以现在应该说 这几个仪器里头呢 CCD的是最高端的 但是感光板的 也还是有人用 所以我们简单的 对感光板也做一点点介绍 所谓感光板 实际上就是照相的胶片 只不过就是 我们照相的时候 用的是那个软的胶片 感光板呢 是在玻璃上涂了一层感光胶 也就是说 它是个硬的 所以它可以放到那个仪器上 射完图以后 把那个感光板拿上 然后到暗室里去冲去 那么感光板作为检测器 它主要的原理就是说 感光板一曝光以后呢 就是哪个位置上有谱线 哪个位置就变黑了 因此它的黑度呢 我们可以求出来 那么黑度呢 实际上是这个感光5G 没有曝光部分的透射光的强度 和曝光变黑的部分的 透射光强度的比值的对数 所以呢 测量的时候很容易 对吧 感光板没有曝光的时候 有一个强度 曝光以后呢 在那个谱线上 我们有一个黑度 所以过去有一个叫测 测黑度的一个仪器 在原子发射光谱的实验室都有 就是把那感光板放到那 然后来测那个每一个黑度的 这个测测它的强度 测黑度 测黑度呢 实际上就是先测一个 没有曝光的位置的强度 再测一个曝光了的位置的强度 然后它的比值取个对数 就是黑度 那么黑度和曝光量的关系呢 从实验上呢 可以求出来 一般的一个感光板呀 它在曝光不足的时候 黑度是没有变化的 即使是曝光量增加 到了这个感光板曝光的 这样一个范围的时候 这时候随着黑度的 随着曝光量的增加 它的黑度就会再增加 但是曝光到一定程度 曝光所谓的曝光过度以后呢 它就不再增加了 我们都知道照相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样 光线不足的时候 明明有人 我们没拍上 对吧 光线太强的时候 明明有人 我们拍成黑的了 全黑了 为什么呢 就是在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曝光不足部分 一个是曝光过度部分 我们希望的是 在曝光正常部分来曝光 那么黑度呢 和曝光量呢 是有这么样一个关系 有这么样一个关系 这里呢 关键是这个黑度和曝光量之间呢 有一个它是成正比 但是这个比值比例常数呢 是伽玛 伽玛称为感光板的反衬度 表示感光板对光信号的敏感的程度 也就是说 这实际上就是这个曲线的斜率了 对吧 就这个曲线的斜率了 那么斜率越大 那么就是说微小的曝光量 就可以产生比较大的黑度的变化 所以伽玛值越大 这个感光板越敏感 跟照相胶片一样 对吧 照相胶片我们是 我们知道 它的这个感光程度 是可以用一个数字来描述的 对吧 那么是100还是200还是多少 那么是可以描述的 所以呢 这个感光板的敏感的程度呢 可以用伽玛来表示 那么 由于曝光量呢 H呢 它和黑度呢 有这样一个对数的关系 而曝光量呢 又和照度成正比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照度E呢 和曝光量是成正比的 所以呢 这个 照度呢 又和原子辐射的强度 R是成正比的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出来 黑度实际上呢 和强度之间呢 也是这样一个关系 是黑度和 这个我们得到的实际的 就是我们在 罗马金赛博公式里头 得到的那个强度之间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对数关系 这一点要注意 就是过去经常呢 做感光胶片 现在因为大家用的少了 都用计算机来处理了 过去自己读 那个黑度的时候 经常读完了以后呢 处理的时候 把黑度和强度 没有考虑到 它俩是个对数关系 经常考虑的 它俩以为是一个 就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个关系了 实际上它俩是个对数关系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 那么 一般的来讲呢 这个 这个乳迹的特性曲线 就是这条曲线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测出来的 测的办法呢 一般是这样 比如说最简单的是用谱线 组法或者阶梯减光板法 也就是说 一根谱线 我用阶梯减光板 来减这个谱线 把它的强度 逐渐的降低 那么降低以后呢 它每降低一下 它有一个黑度 降低一下 有一个黑度 降低一下 有一个黑度 然后呢 因为你一降低 就等于它强度降低了 所以你就描述出来了 黑度和强度之间的 这样一个对数的关系 把这个关系画出来 就是一个乳迹特性曲线 那么为什么要画 这个乳迹特性曲线 就是你买一批胶卷卷来 你必须得知道 它的曝光量在什么范围 你要不知道的话 你曝光过度 或者是曝光不足 将来你都测不了 所以呢 这个曝光的范围 实际上就是 带测误的浓度的范围 也就是你的线性范围 因此呢 你建立一个方法的时候 一定要报到 这个线性范围 当然这一套呢 现在我估计 咱们毕业的同学以后出去 再做这一套的可能性很小了 除非是真正的 到了地质 基层的地质部门 大概还会再用 一般的 这个研究单位的实验室 都不再用这种 曝光的装置了 所以我们就不详细的讲了 那么摄谱法 它的主要的优点是 一个是仪器 非常简单 这个检测器呢 大家看 这个检测器非常简单 大家想一想 如果要是原子发射光谱呀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制作的话 可以非常简单 对吧 我们光源 我们可以用一个煤气罩 对吧 那么单色器 我们可以用一个普通的棱镜 对吧 然后呢 检测器呢 我用个感光板 所以大家只要在自己家里的厨房 都可以造一个 这个原子发射光谱了 对吧 所以感光板的这种摄谱的 这种检测器是非常简单的 另外呢 它适用的波长范围是很宽的 因为它的长度一定的话 它可以设的谱线的范围就定了 依次可以分析70多个元素 就依次成像 就把70多个元素的谱线 全设到这个感光板上了 那么它的主要的缺点是什么 一个是操作比较麻烦 因为你每一次射完一张图以后 你都得去到暗室里去冲去 冲完以后呢 然后测黑度 第二个呢 因为你经过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 冲卷了什么的这个过程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黑度 不同的人冲出来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可以校正 但是呢 定量的误差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之后呢 后来就发展了光电直读的方法 光电直读呢 主要是用的光电卑增管 光电卑增管呢 我们在这个 普通物理里头其实也学过了 光电卑增管其实道理 原理也很简单 就是光敏材料 当光敏材料呢 有这个光子照射上去的时候 这个光敏材料会被打 因为它会打出电子来 如果我们有若干个这样的电极 我们把它称为打拿极 就是被打 然后又能拿上电子的打拿极 那么这几个打拿极 如果加着一个梯度电场的话 那么当光子照射上去以后呢 会打出来 对吧 电子 那么然后呢 这个 这个光电子呢 就会呢 又会打到这个打拿极上 又会打出来更多的电子 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 逐渐的滚大 最后呢 检测器呢 检测到的这个电流的强度呢 就比较大 所以呢 一个单光子打上去 和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多的电子 从而呢 产生一定的可测量的电流 那么我们把这样一个方式的装置呢 叫做光电倍增管 就是说它可以把一个增加到很多个的这样一个装置 那么光电倍增管呢 这个 最重要的就是在原子发射光谱里头呢 就是它的好坏呢 有这么几个指标来衡量 第一个是按电流和线性响应范围 这个按电流很重要 也就是说 没有光子照射的时候 光电倍增管自己会给出一个电流来 这个电流不能太大 如果这个电流太大的话 那么 少量的光子打上去以后 我们就测不出来了 因为我们 它就被这个大电流淹没了 所以我们希望呢 在入射光没有照射的时候 最好是没有电流 当然这不可能 总会有一点点按电流 那么 这个因此呢 这个 在入射光谱的成分不变的时候 光电倍增管的光电流的强度矮 对吧 是和入射光的强度 大写的矮 成正比的 那么这里呢 就是有一个拮据了 矮灵 这个矮灵呢 我们把它就称为按电流 我们希望这个按电流是越小越好 但实际上呢 不可能 那么总会有一点 那我们要想办法降低这个按电流 那么降低的 很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 这个 比如说我们在 比较低的温度下来降低 像我过去我做硕士的时候 我自己装的那个仪器 就为了提高灵敏度呢 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半导体制冷的装置 装到做到那个这个光电倍增管上 当然后来呢 发现那样做的就是对仪器 因为我那仪器后来要产业化 后来呢 就觉得那样做可能成本太贵 后来就把它去掉了 但是从科研的角度来讲 你做一个那个东西以后 灵敏度就大大地提高了 从产品来讲 当然你还要考虑成本问题 第二个呢是噪声和进噪比 那么光电流的大小呀 就是是一个方面 稳定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我们希望在一定的强度下呢 这个光电流呢 是一个定值 但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大家去测量它的时候 在一定的强度下 这个电流总是还是有一点点波动的 这个波动呢 可能是由各种因素所引起的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噪音 是越小越好 噪音越小 那么电流测量越准确 那么微小的电流变化 我们就能够测得到 那么能测得到 我们的灵敏度就提高了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信噪比 就是信号和噪音的比值 始终是分析化学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怎么样来提高信噪比 是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所以呢 这个信噪比是越高越好 是越高越好 那么所以光电卑增馆 通常你买的时候 它都给你会注明一个信噪比 另外呢 这个你自己也可以来测一下 它的信噪比的大小 第三个呢 就是灵敏度和工作光谱区 那么 当然灵敏度呢 就是说单位的这个 光通量所产生的电流的大小 我们当然希望 这个单位的光通量产生的电流越大 灵敏度肯定是越高 但并不是灵敏度越高 这个光电卑增馆就越好 因为越高的话呢 你你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问题 你你你比如说 如果它的这个光电卑增馆太灵敏了 你在制作的时候 你这个光电卑增馆的密封系统 闭光系统就要求非常好 否则的话呢 那么稍微露一点光 就会给你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 那么对你操作起来呢 就非常困难 像我们过去黑胶布贴一层不行 再贴一层不行 再贴一层不行 买一个黑绒布再盖上还不行 急了 把自己衣服都脱下来盖上还不行 那那那也也不行 所以呢 就是说造声 就是这个灵敏度呢 实际上是和你自己的需要有关系的 如果你需要的灵敏度非常高 当然你需要一个高灵敏度的光电卑增馆 如果不是的话呢 只要满足要求就够了 另外呢 你灵敏度越高 光电卑增馆也就越贵了 另外呢 就是光谱工作区很重要 大家知道光电卑增馆有日盲管 所谓日盲管 就是说我在日光下 它是不响应的 对吧 它是不响应的 那么有对红外敏感的 我们叫红敏的 有对紫外敏感的 我们叫蓝敏的 那么不同的光电卑增馆 它有不同的这个响应范围 所以买的时候呢 要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决定 再就是工作电压 这个光电卑增馆的最高工作电压 和这个允许的 就正常的工作电压 在买来以后 一定要注意 否则的话呢 比如说一般光电卑增馆都需要高压 但是呢 不同的光电卑增馆 它的这个高压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 有的光电卑增馆可能高压需要1500伏 有的最高允许的工作电压是1000伏 你如果给最高允许工作电压1000伏的光电卑增馆 加一个1500伏的电压就烧坏了 所以呢 要注意这个电压 那么工作温度 刚才我们也讲了 光电卑增馆实际上是温度越低 它的这个噪音越小 但是呢 温度低 那就需要一定的这个设备 再就是疲劳和老化 这个光电卑增馆过去 我们不用了以后都拿黑布包起来 然后呢 放着 因为做仪器嘛 你老要拆卸 卸下来就拿个黑布包了以后 装到柜子里头去 就让它尽量不要再 即使没有通电的时候 也尽量不要让光去照它 因为它是光敏材料 照一段时间 它就会老化 光电卑增馆老化以后呢 就会产生一些 一个是灵敏度降低 一个是暗电流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大家说光电卑增馆 检测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就是光电卑增馆一次 只能接受一根出现 那么我们做发射光谱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同时 比如说我要测七十个元素 那同时会有七十个元素的特征 谱线要几百根 那么所以光电卑增馆呢 的仪器目前呢 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叫多道光谱检测仪器 什么叫多道光谱呢 一般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 他们在物理术语上叫罗兰圆 这个圆圈呢 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光源 就是原子发射光谱 我们发射出来的谱线 我们照射在我们的光山上 我们光山把它分光了以后呢 我们把我们所要要的波长 让它穿过这个 这个圈 然后进到我们的光电卑增馆里头 把不要的波长都给它滤掉 那么比如说 我如果有四个光电卑增馆 我就特征的检测四根谱线 或者说特征的对四个元素进行分析 那我事先要设好 那我事先要设好 是哪些波长可以过去 哪些波长不能过去 这种方式最适合什么呢 最简单的就是 大家如果去到手钢去看 这个炼钢炉旁边 一般会放一个这样的装置 因为在炼钢炉里头 大家知道这个 原子都在那个高温下 都被都已经被激发了 要不它怎么会 大家看到很亮吗 这时候呢 我们来接收 我们要控制这个刚才的 某几个元素的含量 来决定是不是炼到了火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仪器 我们事先设定好 它特定的元素 然后呢 就能够来进行检测 所以这种方式 主要是工业上用的 就是说程序都已经确定了 质量呢 就是这几个元素来控制 如果科研的话呢 就不太合适了 那我一会儿想测铁 一会儿想测铜 一会儿想测钢 一会儿还想测锡土 那么这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单道扫描 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这种单道扫描式的光谱液 大家看这样一个装置 光源 这是光源 对吧 光源发出的光呢 先通过一个霞缝 通过一个霞缝以后呢 把这个光准直了以后呢 我们过来 过来以后呢 到了光山 然后分光 光源分完光以后呢 我们把特定的 我们要的这个波长的光呢 我们从这穿过来 不要的呢 我们都给它滤掉了 都用这个霞缝给它当掉了 那么我们要想着让这三根波长顺序的通过的话呢 我们可以转动这个光山的角度 我们来转它 我们转到不同的角度的时候 这个浮线呢 就一次的通过了这个霞缝 就它在不同的角度下呢 它过来的波长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这里放一个检测器来检测 我们把这样一个方式呢 叫做单道扫描光谱仪 它的特点呢 就是需要这个光山的角度不断的变化 那么每一次呢 就是扫描一次呢 光山要要转一个周期再回来 转一个周期再回来 就可以扫描一次 这个方式的优点是 可以做多种元素一次 对吧 而且只用一个光电被增管 成本上呢也比较便宜 但是缺点是呢 这个光山呢 必须要转动 那么我们转动呢 就需要一定的周期 那么就不可能瞬间拍出来一张 70个元素的照片 需要转一个周期 才能把这70个元素的补线 全部拍出来 所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对制作的 对这个机械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这个光山 每一次的这个转动的角度 都要是非常准确的一致的 重复线要非常好 如果这个光山转动的时候 这个机械传动装置 比如说这个齿轮有点磨损 那么这个光山稍微有一点点晃 那么这个波长就就永远测不准了 所以这个对材料 对机械加工 它的精密度的要求就非常高 因此呢 这个单道扫描的光谱仪 实际上在技术制作上是非常难的 是非常难的 就是要准确的把它做好 而且呢 因为转动嘛 总有磨损 所以隔一段时间还是要定一下这个波长的 就是要要再重新确定一下 叫对一下的 因此呢 单道扫描的这个光谱仪器呢 这个呃 现在呢呃 仍然在实验室广泛的在使用 因为它可以做多元素同时分析 但是它的缺点是呢 就是说一个是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测 所以呢 它不会在瞬间 怕拍一张照片 几十个几十条谱仪都出来了 它是要一条一条的读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需要这样的一个转动 所以现在大家倾向于呢 是用CCD CCD呢 所组成的仪器叫光谱直读的 因为CCD可以同时跟感光板的道理是一样的 它同时可以读多种谱仪 那么CCD呢 它的这个中文名字叫电荷偶合器件 对吧 那么它是一种固体的成像器件 大家对这个器件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我们照相机现在大量用的就是CCD 当然CCD有不同的灵敏度了 照相机上用的和我们在发射光谱上用的灵敏度不太一样 那么CCD最主要的优点呢 第一就是它速度非常快 大家看它在35秒里头可以检测70个元素 实际上它就是一次成像 对吧 跟感光胶片一样 一次成像 但是它比感光胶片快的地方是 感光胶片成完像以后 要拿去冲洗 它不需要 计算机就直接读出来了 所以呢 它的速度比较快 另外呢 它的动态响应范围和灵敏度呢 跟这个光内卑增管 现在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过去的灵敏度呢 这个CCD不如光内卑增管 现在的这个光内卑增管 现在的这个CCD的灵敏度呢 做的也比较好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性能比较稳定 它不像光内卑增管 光内卑增管 过度曝光常常会把光内卑增管损坏 而CCD一般不会损坏 对吧 所以它的这个 使用起来呢 比光内卑增管呢 还要更耐用一点 CCD的工作原理呢 可能我们在物理学上 大家都已经学过了 实际上呢 它是 就是实际上是光线呢 穿过一个 就是CCD呢 它是由多个这个 向元组成的 那么每一个向元 实际上就是一个MOS的 一个电容器 或者呢 是一个光敏的二极管 所以呢 它一束光线 照在这个光敏二极管上的时候呢 那么这时候呢 出于架带的电子呢 就会吸收光子 跃迁到导带上去 从而呢 就产生了一个 电荷的分离 就产生了一个 电子和空穴的 这样一个分离 那么当然这个材料的 这个不同呢 我们知道这个 导带和架带之间的 这个能级大小就不一样 我们把这个能级大小 叫近带宽度 这个近带宽度 用1G来表示 这个1G的大小不一样 测定的波长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于不同的CCD 它有红敏的 有蓝敏的 它取决于这个材料了 那么由于产生了这样一个 电子空穴对之后呢 那么 这时候我们如果给它 加一个外接电压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呢 这时候呢 这个空穴 它在当然是在底下了 这个 这个电子呢 它在上面 所以在界面上呢 是一个负电荷 在底下是一个正电荷 中间呢 是一个毫散层 就是我们叫毫 毫进层 这个 这时候呢 在半导体的这样一个表面呢 就形成了一个电子室垒 室垒一旦形成之后呢 后来的电子呢 就会不断的被存储到 这个室垒里头去 当然这个室垒的深浅呢 是要控制的 因为 电压大小可以控制这个深浅 所以只要我们按一定规则的电压 把它加上以后 这个室垒的深浅就不一样 我们希望是怎样呢 我们希望呢 就是 这个 电子总是从 这个 比较浅的 向比较深的方向来流动 这样的话 CCD记录的时候 每一个向元的电子 就会沿着一个方向流过来 然后我们顺序就可以记录上它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能够得到 这个电荷一次流出以后 就得到知道 这个电荷从哪个室垒来的 然后呢 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 在这个向元上 它感应到了光子的数目是多大了 所以CCD的原理呢 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 对我们发射光波来讲 就是说你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材料 这个材料呢 它有一定的近带宽度 它发射的 就是它对波长的感应呢 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 就是说 要么是对蓝敏的 或者是对红敏的 我们后头呢 可以看 就是说 从仪器上呢 我们需要呢 就是把我们特定波长的光 能够比较灵敏的测出来 那么一个CCD实际上呢 它是就是有很多个向元组成 当然向元越多 将来普现的分电率呢 就会越高 那么CCD的主要性能呢 就是和光源备增管一样 它其实也就是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是向元的灵敏度 或者叫量子效率 也就是说 你一个光子打上去 能够产生多大的 多少个电子 那么当然我们希望 一个光子打上去 产生电子越多 灵敏度就越高 第二个呢 就是光谱的响应范围 你到底是对多大波长的响应 是红米还是蓝米 第三个呢 CCD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分辨率 这个大家其实都知道 这像素的多少 那么当然我们像素越多 将来的这个两根谱线 我们的线色散率 即使是非常小的时候 它也能够分开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 这个分辨率也高也好 但是分辨率太高了的话 当然仪器的价格就会贵了 最后一个就是噪音 这个CCD呢 当然这个噪音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那么不同的价格 买来的CCD 那么可能这个噪音 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好的CCD 还是比较贵的 那么用CCD组成的 这是一台用CCD组成的 原子发射光谱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ICP的锯管 它发出来的这个元素的谱线呢 对吧 过来 然后呢 经过 这是一个反射镜 再经过一个反射镜 然后呢 通过一个辖缝 然后准直到了 这是一个中阶梯光山 中阶梯光山分光之后呢 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讲了 中阶梯光山啊 它分光之后呢 它有一部分光 从这里穿过来了 从这个洞里穿过来了 大家看到没 一部分光反过来了 反到这里来了 那么 也就是说 这个光山分光之后呢 把红光 从这里过来 经过一个棱镜 然后呢 照射到一个CCD上 蓝光呢 照射到另一个CCD上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CCD啊 它对于波长的 响应的敏感程度 是不一样的 我们用两个CCD来响应 红光和蓝光分别响应 从而呢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 一个原子发射光谱的谱线 然后用计算机处理 然后就决定了 哪些谱线上 有哪些元素 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整个的 这是一个 目前的商品的 CCD的光谱直读的 仪器的一个 基本线路图 基本的光路图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么它没有这个光扇旋转的 这样一个过程 因此呢 它是一个光谱直读的装置 那么关于这个 原子发射光谱的仪器的光源 单色器和检测器 那么我们就讲完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 下课 好 谢谢